大家好我是孔雲杰 那我们今天呢再继续讲我们这个平台策略 今天想要讲的东西呢是平台的定价 好那我们来看看平台定价干什么吧 基本上就是你要做生意嘛 做生意啊 面对消费者啊 面对供应商啊 总是要谈价钱的 这个呢就是定价问题 定价问题 in general 是这个你要开的话 开一个学期的课也讲不完 太多东西可以讲啊 差别定价啊 这个什么动态定价啊 什么这个是各样东西 那么 我们在平台定价上我们就讲一个议题 好就讲平台上专属的定价问题 也就是交叉补贴 这个什么东西呢 交叉补贴的英文叫做 cross subsidization 所以你看cross也看得出来 它应该是在讲一个跨边的事情 也就是说我的平台在中间 如果我有两边 两边通常是服务的提供方 跟服务的消费方 supplier 跟consumer 通常是这样子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想要问我们自己啦 就是说 我能不能够跟其中一边收钱 让另外一边享受低价 甚至是免费 好比如说我跟供应商收钱 然后让这个客户方呢 可以不需要补钱 就能够使用这个服务 大概是这种感觉 那 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常见的 比如说什么 C2C市集上面 我们事实上已经观察到了 这个所谓的卖方补贴买方 这样子的事实 这个词要注意 就是卖方补贴买方 并不是卖方掏出钱来 塞到买方的手上去 不是这个样子的 买方在C2C市集上面 跟这个卖方 买扫把啊 买笨斗啊 买书啊 买CD啊 买这个过期的这个软体啊 什么的都无所谓 买方付了钱给卖方 这件事情是肯定的 但是我们这里说的是 卖方补贴买方 或是卖方交叉补贴买方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一个平台在做的事情 平台跟买方说 嘿各位买方 你们要来我这里消费 OK 你们要加入会员 不用钱 对吧 大部分的这些什么Yahoo啊 PC Home啊 什么的都不用钱 你呢 要在我这个平台上面呢 要做搜寻 你要查这个商品 你要看评价 你要看新等 你要这个应用价钱排序 等等的 通通不用钱 这个逻辑上来说是不通的 对吧 买方其实是很有意愿使用这些服务的 他去那边查价钱啊 看评价啊什么的 对他是很有用的 但是呢 我们却不会要求他们为了有用的价格 有用的东西付钱 如果你问所有的买方 有没有人愿意一个月花20块的月费 然后他就可以享有这些服务等等等等 也是有人会出的哦 因为这个排序什么的确实是有用 对吧 可是呢 平台选择不要这么做 平台选择给买方很大的优惠 让他们愿意来使用这个平台 让他们愿意加入这个平台 那我有一大堆的买方了以后 就会有很多的卖方想要加入我这个平台 因为卖方觉得在这个平台上做生意很划算 这个时候就来跟卖方收钱 从卖方这里获得我平台营收的来源 有抽成啊 月费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大概是这个逻辑 那求职网站也一样 求职网站上面呢 比如说104啊 这种东西 求职者上去建一个自己的履历 然后呢在上面刊登 各自修改自己的履历啊等等的 这个也是服务 这个也是有用的 对吧 对某一些求职者来说 他一开始的时候 完全不知道履历要怎么写 看一下这个104 哦原来有这些栏位啊 他可能用104公版的 他也可以自己弄一个 但总之 接下来 他接下来还可以利用这个服务 让在104上面找人的人 可以直接看到他的履历 这个理论上也是对很多人来说是有用的啊 可是104选择让求职者不用付钱 而是让公司付钱 公司必须要在104上面选择说他有各种不同的方案啊 缴了这个订阅费了以后呢 104就跟公司就可以怎样怎样如何如何 104的idea是一样的 104想要跟公司收钱 他也知道公司要觉得104很棒 才会愿意付很多钱 104要怎么样很棒呢 就是要有很多求职者 对吧就这么简单 所以平台决定让求职者免费使用 然后 因为公司的怨妇价格上升了 接着就跟公司收钱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 你在平台上面 因为有跨边网路效应 所以你知道A吸引B B吸引A的话 你确实可以考虑对某一边降价 对某一边促销折扣 让他们有很多很多人 接着另一边被吸引来了以后呢 就来跟另一边收钱 如果是传统的你就是做生意 单边做生意的话 就没有这个option 那么有件事情要很精确的确认一下 就是交叉补贴跟补贴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情 虽然看起来很像 而且都是平台会做的事情 补贴是我们之前讲的三种常见的成长策略之一 这个什么 high stand alone benefit subsidization focus 这样子 这个东西是 平台在成长的初期 自己掏出自己的钱来 用低价来吸引顾客 所以你常见的例子是比如说 Uber要进台湾的时候 或是Uber进几乎所有的城市的时候 他都会跟消费者说 嘿 你们一开始先用 你用的第一次注册的时候 我给你200元 这东西是Uber自己出的 这是补贴 他是为了吸引初期的消费者用的 他不会每一次每一个月每一天都给你200块 他就一开始给你200块 而且在那个时候呢 他同时还要补贴司机 一开始也没有什么人开Uber 所以一开始为了吸引司机 他也会在初期的时候说 哦 我们在这个第一个月啊 第二个月啊 或者你开前十单啊 我们就多给你一些钱 让你可以被吸引来 补贴的钱是平台出的 交叉补贴的话呢 则是我透过一个手法 跟某一方收钱 所以这其实是两件事情 然后补贴是成长策略 交叉补贴是营收策略 你补贴理论上是有极限的 你总有一天会打算要停下来补 停止不再补贴 交叉补贴则是营收策略 你会一直 你C2C市集会一直给消费者免费 因为你要从供应商那边收钱 所以一个是成长策略 一个是营收策略 那今天你就想问啦 为什么要交叉补贴 为什么不收钱 答案很简单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他要发挥跨边网络效应 要增强跨边网络效应 绝大部分的平台上面在烦恼的事情 就是如何Leverage 网络效应 来把自己变得更强大 来阻绝其他的竞争对手 好 所以今天刚问题已经大致上讲完了 总之我们就是要做交叉补贴 那就是要挑一边来给他优惠 来吸引另外一边 但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核心议题就是 我们要决定谁是补贴方 谁是被补贴方 subsidizer 就是出钱那一边 就是营收来源 subsidizer 就是这边的人不用钱 用来吸引另外一边 这样子叫做被补贴方 比如说刚刚这个104 没有人规定104非得要 让求职者不用钱 跟公司收钱 对吧 104也可以跟公司说 嘿各位公司 你们来我们这里 征财是不用钱的喔 然后呢 就会有一大堆的公司 来这里征财 然后接着呢 就跟这个求职者说 嘿我们这里有一大堆公司 你要进这些公司的话呢 你就要来用我104 一个人一个月50块 假设是这样子啦 显然你也觉得怪怪的 对吧 104也觉得怪怪的 所以104没有这么做 一定有某一些理由 帮助我们决定 我是要让消费者 不用钱 还是很便宜 还是要让这个 所谓的求职的 这一方的公司们 不用钱 很便宜 这东西呢 应该要有一些依据 所以我们今天的事情 就是我们想要找出 影响交叉补贴决策 的关键因素 好 跟我们之前讲这个 商业模式选择 是很像的 我想要知道 什么时候我应该补贴A 或者补贴B 应该要有一些理由 我们想找出这些 关键因素来 那么 我们有好几个关键因素的话 等到我们最后 要做判断的时候 就看看哪个因素 最大命人 那我们就follow他的建议咯 这个样子 所以呢 这个影片会讲基本原则 那有一些案例呢 我们会在上课的时候 讨论